超越时空的创作手法 结合不同风格 探讨各种议题 卢少伟的创作长久以来 关注儿童 房子 戏剧等三个系列 在每个主题上 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艺术轨迹 但在用色技巧及画刀的笔触上 又能探寻出诸诗马基的一致风格 这一次在古副纪念馆展出的儿童系列 有别以往 依旧抽象的形式 呈现生命中对宇宙万物的纯真感受 房子系列 则依旧希望展现寻访探查的运动感 和安定优雅的音乐性 让观众进入画境时 即刻获得抒压释放 而除了以往的画风外 多了俯视视角 及空间起伏感的趣味性 戏剧系列则有较大的突破性进展 不仅在人物 题材上 就连画风都有更大胆的尝试及创新 以角色来诠释探讨当今议题 戏曲艺术在国际舞台上 拥有独树一格的特殊魅力 画中的两位主角的支点 分别放在一只脚或用力在一只脚上 不但能给人不稳定感 也带来预期性下的下一个动作 在刀光剑影及视线的交叠中 呈现出有形与无形的交错线 如果将脸部和鞋子遮料 又能成为一幅抽象画 十方新闻记者 赖一日荣台北采访报道 赖一日荣台北采访报道